Hello,大家好,我是看新西视频 好久没有做视频了,其实不是我没有录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B站它 就是老是录了视频之后上传 估计要三天到两天左右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前两次上传的视频都被我直接取消了 然后那个素材我还留着 但是上传的时间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不能上传 我等一下下次或者下次做视频的时候再试试吧 然后我能期望这一期视频能上传成功吧 如果你们能看到的话 那么我首先就是要给大家讲一下最近的活动 首先祈福活动我就不多说了 又是关于元坛元上 然后以及一些冷饭拿出来炒 就是鲍三娘啊 关锁啊 曹英啊 徐荣啊 张其英啊 曹淳啊 这些东西冷饭拿出来炒 反正又是这些祈福武将 我们也不用多说 反正总归就是这些东西 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热力兑换 这个热力的话就是消耗清团一可以 可以累积一点热力值 然后以前是可以白嫖全服热力的 现在是不能白嫖了 他告诉你你要到四十点热力 然后才可以领取全服奖力 至于单人的热力的话 他这边 他这边有血 就是你看这边有 单人的话八十八怎么怎么样 一百八十八怎么样 这边我不去管 然后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全服热力 第一个是五百功勋 第二个是史诗降音宝箱 豪华皮肤包 然后第三个是水晶碎片 圣魂玄金 第四个是五阶身 五阶武将升阶宝箱 这个还是有必要去搞一个的 我觉得就是五阶武将升阶宝箱 我刚拿到 然后升了一下 那个我的第四十 四十八还是四十九个 五阶武将 升了借国家 因为以前借国家是那个扣制什么武将牌边上 啊怎么怎么样 然后等到你回合 开始时再获得这些牌 所以这个我就没有拿 没有升 现在改版之后改成了就是简单明了 可以把 可以把就是以前的 就是普通国家是只能把一只两张牌分给别人 现在是他可以把自己的手牌也分给别人 所以说这个可能灵魂性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接下来我惊讶的发现 我这里居然可以领了这个活动 就是2020中流砥柱的兑换活动 我发现 其实中流砥柱兑换的话 它要求比较苛刻 就是第一个就是四十 我有四十八个五阶 第一个就是七十个五阶 这个我还差得远 第二个就是一百二十四个皮肤 九百个皮肤 你知道我皮肤只要传说 所以我只有一百二十四个也差得远 第三个就是三国秀要有一千一百个 我这边有四百二十一个也差得远 但最后一个我有啊 武将两百四十五个 我正好有两百四十五个武将 所以说这边我就不客气的领下了这个中流砥柱的这个兑换 我等一下给大家直播开这些东西啊 等一下 来看一下给大家直播开这个 中流砥柱的战功 你看拿到了 2020年的中流砥柱 然后夺宝的话 这边给大家夺宝 夺宝给大家 我有一个两 两个夺宝券 反正都是夺宝碎片 这个我也不用多说的 皮肤包 这个十连夺 我要看一下能拿什么 三十元宝 外加那个六十功勋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夺宝碎片皮肤包 怎么怎么这样 诶有一个圣回选金还不错 那我这边的话其实可以继续夺宝 因为我 有三十元宝嘛 对不对 继续 重制券 没有用 八十功勋 六十功勋 重制券 没有用 夺宝碎片层一 皮肤包 好 结束 那我好像根据这个 我又可以和一个五阶降硬 那么这次我打算升级一下 升一下梦获 为什么有人说我升梦获 其实梦获作为一个比较肉的武将 而且由于他改版之后 再起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势 所以我这个夫妻俩 祝容因为是我比较偏爱的 所以我就升了 梦获的话是因为这次改版 他再起 使他成为一个比较 就是 熬尾能熬死你的这种一个武将 所以我也把他升满了 呃 元里同孙间啊 这两个武将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就升了 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我也想升 比如说这个 借张角啊 啊 借貂蝉啊 比如说或者是 嗯 借诸葛亮啊 这些都可以 但是其实我没有去想 扫那么多 包括这个借许楚啊 借许楚和借皇 借皇盖是我最不喜欢的两个武将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用 好 接下来就是直播开皮肤包的时间 哦 不对 这里还可以领一下这个 青团 我这个羽化飞升才搞到飞 你知道吗 我这个飞才那个 呃 飞之试炼 我看一下 我才两我才98个 还早着呢 像我们彩虹那种土豪都已经到到画质试炼了 我也不想说什么了 反正这个每天每天每天一个每天一个一年之内总归能完成 如果就是你不不花钱的话 零克星党的话 保守估计应该肯定能完成 好 这边皮肤包我来拆一下 三个普通 三个三个五连包 希望有一个红的出来 其实我想像夏侯氏的那个 传说皮肤 呃 限定皮肤 新穿猴服 毕竟是我老婆嘛 对不对 而且好久没有新衣穿了 我估计全部阵亡 你看 又是最低 最低的奖励 你看一个西有四个 四个普通 因为基本上一般系统送的都不会有太好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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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有菜 我没有菜用 但是这个我真的不喜欢 传说 哦 一个史诗 语 三个史诗呢 戒旅萌 孙策 把多余的皮肤分掉 然后接下来就是 分皮肤的时刻 首先就是把孙策的分掉 因为孙策我有传说了 所以没有必要去搞 还给我搞了个西有 好了 那么我们闲话不多说 今天的任务主要就是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主要是要是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哎哦 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田丰 我又看出来一个什么 是什么 告诉我 田丰 传说田丰 我也是醉了 我又不 我又不玩 哎 我又不玩国战 给我搞个传说田丰 哎 好难受 不过不得不说 其实田丰 其实作为这个武将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作为国战场的武将 我把那个中流底住的秀给换一下 这个形象其实可以收藏一下 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把录像 首先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石电严罗的这个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主要又增加了 孟婆和地藏王两个新武将 由于这两个武将的出现 使得 使得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东西 让我们就是难以接受 嗯 那个技能我们读不 技能找不到 等一下视频再看吧 由于这两个武将的出现 使得我们某一些 某一些就是说 呃 某一些活 就是这一次的某一些 奖励吧 比较难拿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来看一下这把录像 刚好第一把这把就是孟婆 这由于录像圈最近被屏蔽 然后我又很少在那个就是官网的社区里找录像 所以这些录像视频都是我自己打出来的 时间呢都是八分钟到十五分钟不等 十五分钟以后我也不会要的 所以说我们视频质量呢 可能没有办法保证 反正我跟彩虹或者洛克三个 我们三个人是一起打的嘛 所以说就算小学生也不会小学生到哪里去了 而且太小学生的视频我也不会放 这里刚好有孟婆给大家介绍一下技能 除了孟婆之外 以前的什么秦广王 泰山王 楚江王这些都是去年那些技能没有变 这里孟婆注意一下 忘忧锁定记你死亡时 令随机两名敌方角色随机失去一个技能 觉醒记除外 并在牌堆中加入两招回魂 往事锁定记你存活时 敌方的角色的 敌方角色的回合开始时 你令其本回合不能使用或打出 随机一种类型的牌 基本锦囊或装备 时忧锁定记 其他角色于气牌阶段内气质的牌 进入气牌堆前 你可以选择其中任一招花色不同的牌获得之 其实孟婆这个武将其实蛮厉害的 但是孟婆又让我们又爱又恨 首先来介绍一下规则 这次的规则是在前三关之中 随机加入孟婆 如果说 加入孟婆 这张武将卡会有两种结果 如果说你们成功击杀了孟婆 比如说第一轮 我们击杀了孟婆 那么第四关的boss就会被变成 就会被变成转轮王 就会从转轮王变成地藏王 当然有另外一种情况出现 如果说你 成功击杀了孟婆 但是50 就是前前四个回合 总共总击打了50回合 那么转轮王 那个地藏王也不会出现 也是转轮王 第二种情况就是 我们比如说 这个场景有秦广王跟孟婆 两个武将出现 我们无视孟婆 直接杀了秦广王 那么孟婆将会直接消失 就第一轮里直接消失 我们直接进入第二轮 而且boss也不会变 也依旧是以转轮王的形式出现 简单来说就是 在有孟婆的回合 你如果杀了她 那么boss就会变成地藏王 如果在50回合内 没有击杀 没有 没有就是说击杀 没有完成前四轮的击杀 那么最后的boss也会变成转轮 也会变成地藏王 我记得官方的描述 应该是这样的 可能我第二个描述一段问题 但是我记得 孟婆反正是杀不杀 都没事 不杀 那么我们依旧也可以过关 但是秦广王要杀掉 如果杀了的话 最后的boss肯定会变成地藏王 至于那个50轮不50轮呢 因为我没有遇到过 只是听着看到官方有这样写 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 这个如果小伙伴知道的话 可以在下方讨论一下 首先这把我们 我选择了神陆逊 然后洛克选择了鲁汁 大量 呸 彩虹选择了庞德 因为我给他起的外号就大量 所以我经常叫他大量 所以有时候叫错口 你们就是见谅一下 但是孟婆的话这里 我希望就是大家 如果说组合比较好的话 可以去选择去 把孟婆击杀掉 然后去打地藏王 因为孟婆在的话 确实是比较烦 因为他每个会让你 会让你有一种牌不能使用 比如说你看我这一轮 就是基本牌不能使用 你看彩虹也是基本牌不能使用 那我们这样的话 就会有很多很多 就是比较脱回合嘛 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说实话 如果是仅仅让我们这三个武将 去打最后的地藏王的话 不一定打得过 原因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地藏王的技能 你们就明白了 好 这边洛克没有距离 然后他被限制了 锦囊牌不能用 他就过了 好 这边 庞德也是 直接过 由于孟婆这个技能 就是 那个 往事的出现 所以说我们 会很麻烦 你看我又是基本牌不能用 然后我这边为了速战速决 直接就把军略牌拳打出去 想收到金管王 但这边的话好像没有成功 不过可以借助杖八 不过可以借助杖八这个东西来去打出杀 这边其实有个bug 孟婆说他 我们不能 不能使用 或打出基本牌 但是如果用杖八把两张锦囊牌当 杀 派出去的话 不算基本牌 所以说 这个也算是个小BU技吧 你看 第一轮我们杀了情况 孟婆就消失了 炎龙王的话 本来就是 没有防具 是示威装人王盾 他又装个人王盾 挺烦的 其实 其实前几个武将 第二关最怕碰到五关王 第三关的话 最怕碰到泰山王 其实都可以 第三关倒是无所谓 但是烦就烦在 大家不要在后面遇到孟婆 在前几关遇到孟婆的话 由于 那个石电炎罗 前几关的 前几关的 就是说 前几关的王们 技能都比较的垃圾 所以说在前面遇到孟婆 只有好 像你如果在第三关遇到孟婆 又遇到泰山王的话 每会喝一口苦酒 让你 你每 每轮到你动一下 你不仅要喝 喝一滴 对面boss的酒 你还得 就是说 受到孟婆 那个往事的 烦扰 就是有可能 你又出不了 基本牌 对不对 所以说在第一关遇到孟婆 其实是比较好的 如果在第一关遇到孟婆 然后你们 你们又比较有自信的话 或者说你们牌又比较好的话 或者说武将配合不错的话 可以选择在第一关收到孟婆 但收到孟婆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会让你们其中的两名角色 两名玩家随机失去一个技能 有可能会失去重生这个技能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一次的五阶武将 他把涅槃改成了重生 重生就是说 冰死状态是直接弃制所有判定区的牌 然后复原我的武将牌 然后将手牌补至体力上限 最多为五 然后将体力值回复至体力上限 以前涅槃是丢掉所有的装备区的牌 然后把体力值补到三 然后再摸三张牌 这样的话可以消击 但是这边的话重生就无法消击 所以说这边要稍微要注意一下 那么有可能孟婆 他那边杀了他之后 他会让你失去重生这个技能 所以会比较烦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通过找回魂两张 找两张回魂牌 来让我们的队友来回复技能 回魂只要找到一张就可以了 因为回魂是对全体队友都有效的 所以说一般在第一轮遇到孟婆会比较好一点 第一轮遇到孟婆就要把他杀了 我们失去技能了 我们也可以在那个 秦广王那边拖一拖嘛 对不对 大不了拖一拖时间 我们找一找回魂 反正秦广王也不会怎么样 最多让我们翻面嘛 也不会怎么样 好 这边彩虹选择 他就是献祭掉 他不想打了 他说我们两个应该也能打 他就不用浪费甘露复活了嘛 好 这边重生火攻 如果没有对挂AK 这边都想好了 好 来看第二把 其实像十年约罗这种组合的话 就算是加入了孟婆跟地造王 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去 选一些强攻型武将 像我这把打的 我选的黄中 然后队友选的刘奇 跟借下后蹲 我们打的也还算可以 虽然比刚才多打了三分钟 但是这把打的算比较安逸吧 没有上把打的就是 牺牲队友怎么样这么惨 这边去 这边反正我们就是 第一轮我估计留齐会 不行了 他不能囤降了 我估计他会囤降 结果他两张射手枪打出来 哦 这里注意一下 三阶以上的武将 拥有两次杀的机会啊 就可以出两次杀 所以说不要 就傻乎乎的杀一次就过了 好 他这把囤一波降 那我这边直接一张杀结束了 注意一下拿普通杀 不要拿红杀或雷杀 因为后面红杀或雷杀都有用的 比如说在某一关遇到那个 都市王的话 他无视普通杀嘛 那你雷杀就有用了 比如说这个阎龙王怕红杀 对不对 那你红杀留着也有用 对不对 我上把其实冲动了 我应该出张 草花漆的黑杀的 不应该把这张雷杀丢掉 你看孟婆又开始了 不过还好阎龙王这把无所谓 他只是就是说 炸刀而已 炸刀跟那个 铁面 视为装备人王盾和令仿剧无效嘛 诸心的话死亡才会发动 所以我们其实无所谓 AK继续 再杀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我我我那个 最后一下居然 去杀孟婆 其实我不杀也可以的 我知道最后黑杀队 有罗网不消 但是其实我不用去杀孟婆 我可以留着杀 因为我的杀本来就是比较 比较少的 最后最后去打一下孟婆 我也不明白莫名其妙 为什么 这可以不用 其实可以不用打的 留着也挺好的 给你给你 给你给你给你 好 好 红杀来了 这把可以收银龙王了 给给减一马 存将吧 你安心屯吧 又是气氛派 不过没事 我们可以火攻嘛 对不对 孟婆不要有桃 我们这把就过了 还珠星珠的孟婆 有时候注意一下 你不要觉得 收了银龙王 觉得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孟婆也没死好 不用打地造王了 好 最后关键时候 给你来一下珠星 注意一下 她死亡时 她是先结算 她死亡的技能之后 然后再让我们 决定我们是否进入下一轮的 所以有很多 比如说像太神王死亡的时候 会让一名角色 受到三点 活属于伤害 有时候就 比如说 打在沐婆身上三点 好 本来不用打地造王 因为她这个技能 我们要打地造王 有时候系统会坑你的 所以说不要太激动 你这个苦酒 其实是帮黄中 黄中其实最不怕 你这个东西了 彩虹这个决斗拍的 你没杀 你还敢决斗啊 我看她没出杀 就知道肯定没杀 先开桃园 对 因为反正她总归是要扣我们两地 是我们两地写的 所以先开桃园 防止热 刚才说防止热闹我或者是彩虹 结果她热闹了刘琪三点 冰我 彩虹还是懂我的 知道把杀给我 我真的就是想说 下十点楼 又碰到某一些猪队友 真的是 不是我要爆出口 我真的猪队友 什么开局选个 普通黄盖 普通黄盖 普通招飞 然后死了不复活 这种我都不想说什么了 你选借招飞 我都嫌弃 你别说你选普通招飞了 你说选借招飞 有什么意思 普通招飞 有什么意思 每次就是说跟 就是说跟一帮队友打 我看他们选将 我就知道这把能不能赢 这把能不能进行下去 就感觉总是二打一 二打一你知道吗 好像是 好像看来你是三个队友 其实就是两个队友 其实就一个队友 有一把 有一个那个 玩家选了个借招飞 从头到尾没有动一下 从头到尾没有动一下 摸牌也是过 然后各种被扣血啊 什么什么的 一点作用都没有做过 一滴血都没有打就死了 我这是够的 够够的 我跟你讲 气死我 好 来看下一把录像 这把鲁肃 鲁肃的话 在这种局里面 可能会比较 稍微好打一点 因为 毕竟鲁肃的话 他是 怎么说呢 换牌流嘛 对不对 而且又没有 上一次活动 那个什么 换牌超过四张 就会流体这种 就会 就会什么 狂暴这种没有的 所以说 这里面选鲁肃 还是可以的 这把视频期 15分钟 为什么拿出来做 主要是因为 这里有个 蛮宠跟细子台的出现 像这种配合 也是可以的呀 而且 这个模式里 居然可以选蛮宠 让对面翻面 包括曹丕 我记得去年 时间也罗 都不能选的 今年居然可以选了 而且今天时间罗 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 如果在我的回合内 我杀掉了 对面的boss 会强制 强制进入到 他的回合 我觉得很尴尬 以前是 如果说 我在我的回合 杀掉警官王 还是我动 哪怕 哪怕下一轮 就是说 他是轮到 下一个王了 大家好像还是我动 我记得 应该是 还是我动 因为我没有动完嘛 对不对 好 又是孟婆 孟婆第二轮出现 还可以 只要不第三轮出现 都可以 只要不是孟婆 第二轮 孟婆跟五光王一起出现 都可以 因为第二轮 五光王血池 很烦的 这把我记得西子塔尔 很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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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都没有几张红的 这里有个小学生 应该先换 再决斗 我事后 我事后才知道 我事后才知道 彩虹没有 彩虹没有提醒我 但是我 就是 决斗完 决斗拍出去的那一刹那 我就知道我错了 又是黑的 黑到底 真的是 哦 注意一下 这里西子塔尔如果到第二轮的话 是可以双先斧的 就是第一轮 他先斧 比如说选择蛮宠 第二轮 他会让你重新选择一个先斧的角色 而且第一轮先斧的角色的斧也在 所以说这次也不知道 是不是算个bug 结束了 应该是 莫婆不可能掏两个 逃出来的 变成王 我去 他这个黑神 他这个解锁了 还帮帮了变成王呢 黑到现在 你看西子塔 黑到现在 像变成王这种 实际是比较怕翻面的 因为 他被翻面一下 他就不能发动 那个 雷咒 对 所以我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这里第二个小学生出来了 西子塔 这里13张牌 我两张武器的居然没帮他打 我也不知道我心里当时在想什么 你看人家这一把牌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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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当时在发呆吧 这把 所以说有时候自己打牌的时候 觉得自己挺神经病的 你看这个神经病的 我去瞬间一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神经病 而且我觉得 我刚才既然拍了第二张也可以拍 那这样的话 我下把耗石就可以 就可以不用分牌了 就直接可以摸五张 注意一下 鲁素如果是 五阶五将的话 一血你耗石还是要分出去的 因为你一血也是摸五张 因为你是五阶五将 摸牌的时候额外摸一张 注意一下这个道理 有很多鲁素 我一血我五阶 我可以一血 一血耗石不用分出去的 然后你一摸好 系统强制要求你把一半手盘 分给就是那个手盘数 比较少的另一名角色 终于红了一次 棒 而且这个系统强制从头到尾 没有给我判过 一直是给蛮宠判的 还有套 再有套就不对了 你看从头到尾都是给蛮宠 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张牌 感觉到尾都是给蛮宠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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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转王 还是我们熟悉那个转转王 如果说三血的时候 没有把我一轮把它收掉 要换血的 所以说稍微注意一下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让他换血 但是有些人就是 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点 觉得好像一年没完 时间炎罗罗就忘记技能了 像我这边 其实我知道蛮宠手牌少 我就是故意耗施的 并不是觉得我怎么 我是忘记了 觉得我一张牌可以摸四张 不是这样的 我是故意打的 我换这张牌的原因是因为 细致才说 细致才说 不对 是因为彩虹说 转转王手里有个桃 所以我当时才换的 这里不是小学生 是因为 彩虹他说 转转王手里有张桃 是他上把留下来的 所以 然后细致才又说 我手里没桃 那我就给他换过去了 因为这个我是问过的 我不可能神经兵兮兮兮的一划二 对不对 还无限可击 结束了 这把鲁素打得浑浑噩噩噩的 我觉得反正很多地方就是 还是比较小学生的 大家反正小心观看就行了 来看这把 这把我们三号位 主视角玩家我 自个儿 换了一圈 选了徐氏应该是 其实徐氏跟秦密 我都是五节 但是犹豫了一下 选了徐氏 你看这把的黄卫英 就是神经 就是我所谓的那个猪队友 你看一下他怎么 他这把怎么玩的 我也不想救他 他自己没有自救 逃也逃都没出 就直接走了 你看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 让人无法理解 其实我也挺无法理解 这种黄卫英 选出了 你说你过来匹配干嘛 坑队友吗 哪怕选个戒黄卫英 三阶的 两阶的 我都不会说什么 一阶的 你翻写一阶的 我都不会说什么 这把可以 看剧收行广王 不错不错 你看 还是要结算 这个南蛮的 就是为了防止 收掉孟婆 然后我们可能 就是就是要结算一下 如果孟婆在 这张南蛮入侵下死了 那我们还是要 打鸡脏王 哇这把这把视频 都没有打鸡脏王的 难道我没有 打鸡脏王的录像吗 下一把看看吧 我忘记了 我应该有这两天 打鸡脏王打挺多的呀 由于下单的祝格果 所以给他很多很多的 就是防具 比如说弹甲 打鸡脏王的录像 打鸡脏王的录像 就要打鸡脏王的录像 我还没有 而不是 我还没有 不错 我还没有 在我下单的 大家你看就是这样发装备 火攻击是不用拆给他好了 他反正也不能做什么 平等王平等王好打也难打 等张铁锁连环就行了 扇子对 他连猪狗狗都升五阶了 我觉得彩虹有时候挺无聊的 有个人觉得诸葛果其实没有必要升五阶 他有多少张无限 看上去应该还有一张 我本来想再杀一下 但再杀一下他叛八卦 我给彩虹那张麒麟弓就被他判掉 所以我这张杀了就没出 而且也是为了防他下一把 乐没中的话 难免如青对不对 哇塞你这个乐要没中 天哪 你这个乐要没中 你看这古丁刀拍下去 天哪 你真的掉多少血 给了他一个人王盾 整个人王盾 加伊玛可以留着 其实可以把五谷丢掉 因为加伊玛可以留给诸葛果 注意一下 这里他如果给我问卦的话 我是控不了他的顶的 因为他先摸牌 然后再叛乐 他最后这两下杀 我问他决斗有没有 他说没有 他是那个杖八换上来的 然后我当时就想 那你也敢打 真的是 你真的是敢 看一下这把录像 这把好像 对开具有孟婆 不知道有没有杀孟婆 忘记了 十分钟我估计应该是没杀吧 我今天就没有 就就就没有杀转龙王的视频吗 这把是是打转龙王的吗 我忘记了 我去杀转龙王了 我好像没杀转了 没没打孟婆 我 我对这把也没有打孟婆 杀神司马依是为了让他载忍接标记 这把也没有打孟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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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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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 拜拜